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Let's Talk ADHD 的直播 我是Amanda 我很開心可以和大家再次做Live 我給一些原定時間早一點 因為都是看一些Telecode Problem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會出現 回答正的時間, 我都知道大家到時才會進來 所以我會早一點, 先開定 以及解答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之前有朋友說, 怎麼會有個空在後面呢? 因為有盞燈在那裡, 所以這裡有個空 如果我遮住了它, 其實我會坐偏的 所以我也會踩中間一點 遲些, 我希望這個位置可以再靜得好一點 令到那個情況的空沒那麼厲害 在這個部分裏面, 歡迎大家進來 今天會說ADHD和相關情緒的事情 我現在和大家說話的時間裏面 同一時間我都會按住自己的Facebook 以及看著大家的留言 希望大家可以... 有些問題可以和我分享 還有什麼想說, 就在這裡說吧 有什麼問題, 如果很想我去講得深入一點的 你也可以告訴我 今天裏面, 都說我做直播的目的都是想這樣 希望一路大家都會有... Hello, 你好啊 希望一路的時間裏面, 早一點開 讓大家一看到的時候, 看到我在這裡 就會安心一點 接下來, 我想半個小時左右 其實這段時間很感謝大家 給了很多很多的 feedback 其實當中裏面有很多很鼓勵的部分 也會令到我有點鼓勵去做這個節目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都會說的 一定有 positive 覺得說這個話題也是非常好 還有, 會有發現大家幫我不停 forward 去不同的地方, 給其他朋友看 有些是已經ADHD, 有些是 potential ADHD 的朋友 很多時候都會因為談開這個話題 就會發現總有一個在左緊的 還有呢, 可能沒有想過自己的這個情況 所以呢, 因為知道多一點 開了這個話題就會發現有多一點東西 然後又會關心多一點 有不同的朋友傳回一些 feedback 回來 其中呢, 有兩位我會很深刻的 第一個呢, 又是來自Eda Association 幫我發揮出去 然後呢, 就說有一個聖人的女士 她就聽完之後呢, 覺得很有用 還有很大的 support 其中一個就是說她本身 就是之前的時間 因為ADHD原因, 婚姻不順利 同樣地, 都有情緒病 有一個瘋症的纏繞 也都有一些自殺傾向 那其實呢, 情緒都會波動 那這個也正正今天會講 這個情緒相關的話題 因為我都曾經經歷過 一個瘋症, 還有一個焦慮症等等的事情 最令人怕是不是我不知道 那時候 所以呢, 待會都會再詳細講 那另外一位的朋友 就是今天收到的 那我收到一個朋友的一個WhatsApp 那他就告訴我 他中間有一位朋友 其實之前我做一個節目的時間 我都會跟這些朋友說定的 所以有些朋友說 咦, 我的朋友可能有 那他就 最初就是找不同的醫生 然後他就去了我介紹的醫生 然後呢 他其實都在講 不是很久的 就是幾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那跟我的情況一樣 一開始那時候呢 就是處理了情緒病線的 要瘋症先的 Hi, Aki, 你好啊 那就是處理情緒病先的 那處理情緒病的時間裏面呢 那處理情緒病的時間裏面呢 當中裏面呢 發現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說的是 會對自己一些負面的感覺 和說法 他就這樣說的 那開始那時候 因為你處理情緒病 就會是吃了這個血清素先 他就說 吃了血清素之後 他發現呢 愛自己多了 還有呢 愛自己懂得改變 還有呢 愛自己呢 思想會正面一點 還有呢 愛自己呢 懂得對他的小朋友呢 是很好啦 那還有呢 原來呢 以前大家 他不太懂愛自己 只是想自己的不足地方 我好深感受 因為我都是這樣 我都是這樣 這個情況 那所以呢 很多謝你們的feedback 還有很多謝hello你們好啊 我知道現在有不同的朋友 會過來看我的節目的 那我就 有人WhatsApp我 問我呢 在哪裡看我的節目 那當然啦 其實是 真的 一路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很忙 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又要打字 等等事情的事情 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我告訴大家 啊 對啦 是啦 告訴一些朋友 可以過來看我的Live 那樣 那也都幾次我以前的 做節目那時候 以前呢 我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幫蔡萍先生 做她一個的 網上的 都不是網上的 即是一個 互動電視 是一個的媒體 但是同一時間 我需要做節目啦 我又做嘉賓啦 然後之後 又好像這樣 我有Message去覆啦 又有電話啦 其實很適合我們這些 這麼多分心的朋友的 雖然很多朋友聽我講完之後 哇 同一時間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正正用著我的能力 就是可以同一時間 就是分心 去處理這麼多事情 剛才的感覺 令到我回來 這個 以前做節目的情況 好了 Hello 你們好啊 Kim啊 還有Stephanie啦 那是不是Eric 是不是 哈哈哈 你們好啊 hi之餘呢 如果你想問 或者想聊的話 多謝你們 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用YouTube的認識 去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些意見 可能會用Facebook 會比較舒服 既然我今次會轉Facebook 同一時間 除了在FORUM之外 我都會在Let's Talk 8HD Facebook部分 會有Live的 有些朋友 認識我們的事人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 都會好好地 去兩個地方 和大家分享 今天裡面 是講情緒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都遇到一些情緒的情況 你們都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 你會有 或者當中裡面 你會遇到一些什麼 我首先會說一下 自己的情況 背景 那時候 一看醫生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 我有這個情緒病 跟剛才我讀 那位朋友的訊息 一樣 自己怎麼會知道情緒病 經常覺得情緒病 就是抑鬱 抑鬱原就是自殺 我又沒有喊自殺 不過心情很低落 任何很喜歡做事 我都不想做 那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 我很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 可能和朋友聚會 我完全是不想的 是沒有力 甚至乎我和一些 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去出去吃飯 我是害怕到 我心裡有少少拿著 我的樣子沒事的 但我心裡很不舒服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還有我沒有想過 原來這些都是抑鬱症的跡狀 我第一次在醫生的時間裡 我一看到那個醫生 我就已經在哭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停會流眼淚 而流眼淚的時間裡 醫生跟我說 他說你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看ADHD 你是最重要的 是搞你的情緒 所以他同一時間 是有抑鬱症的藥給我的 還要加上ADHD 所以當時我們隱藏都很厲害 我對外是可以很OK 但是呢 對自己那時候 其實那個自信心 或者那個 裡面的內心對話 有很差的 經常覺得自己不厲害 不夠好 做得不好 一有空間 自己想事情 全是負面的事情 明明好像很小事 或者外面是沒事的 但我可以說到很負面 這個不斷纏繞 其實很影響你的思維 和你的思考 很多事情你會拿回 你會收你 你不會有膽 再向前去做好一點 這個是那段時間的困難 和你腦裡說的話 首先我自己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我是一個 因為私業工作是永遠都很正面的 所以說話是很正面的 所以在正面的角度來講 我可以有能力 是變成正面的事情 但是很明顯 現在懂得分 那時候不懂得分 我是很多負面的說話 在裡面 就說到一些人 說到一些事情很差的 後期是因為看完這個醫生 知道有情緒病 我才知道原來我是這樣 那現在更加懂得分別 是我情緒病的問題 而不是我的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沒有想過原來這個這麼小的位置 都可能已經是影響到 你自己的處事和心情 雖然說女士 每一個月裡面都有些時間 心情不好 那我也知道 那現在呢 都很懂得分的 因為那個情緒 是真的有分別的 你自己的心理狀態 和你沒有原因的心理狀態差 原來都關你腦裡的血清素問題 我看完醫生 醫生就說可能我家族性上 都是偏向血清素低的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個很小份量的 情緒病的正面藥 在吃的 但是我當然有很多的工作 令到我自己可以 這麼少的份量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帶你一個習慣 你需要去不斷不斷強化你一個 自己的正面思維和變成習慣 而這個時間不是吃幾隻藥 或者是一段短時間處理到 有些人都說了 一個普通習慣都要30天 長期習慣都要90天 所以這個部分裏面 是需要做多一點功課 而令到你有這個正面思維 這個小小是我自己本身的經歷 這個部分 當然可以繼續在場說 我見到朋友 Hello Stephanie 有些事情想說 有個小朋友有什麼問題 anxiety poor self-esteem 是的 Stephanie 你覺得對 真的 我是很同意 我為什麼這麼有 passion 去做這件事 成立這個頻道和大家分享 經歷過那個自信心 低到一個點 你是沒有辦法說什麼 還有大家看到你正正常常 又很hyper 你又可以見人很正常 但是對著自己那時候 那種辛苦是說不出給人聽的 是 不知道 那段時間你真的 有於無路數 大家不明白 而且對這個ADHD的了解很少 其實在1980年 我看回這些資料 先講這個世界上 才真正正正知道什麼叫做ADHD 你想想這個時期是多久 講了幾十年的時間 加上香港 都會很專意去這部分 只不過牽涉到 譬如去到大人 或者可能成長之後的情緒部分 相對的研究 或者相對的資訊 未必那麼多的時候 大家都不是很清晰 就遇到遇到遇到 我用了很多年的時間和青春 去遇到這件事出來 我希望大家 就不用遇到像我遇到這麼久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些 多些聊多些說 多些去了解 很客觀的 正面去面對這件事 你們每個人都很聰明 知道嗎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些情緒 未去到抑鬱前期的部分 又不要小看 我是很有趣 我是先抑鬱的 但是後期工作 或者自己沒有很留心 我都曾經試過有這個焦慮 焦慮是怎樣 我是在身體裡面覺得有人很憤怒的 還有一些位置裡面 你是很縮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給你聽 很多決定上面 你不夠膽去做這麼多的嘗試 或者去做很多的爭取 那這個說真的 在青少年 很坦白說 他們正正人生是需要 做這麼多的發展 嘗試 他們沒有了這個能力 沒有了這個信心 向前走 其實他們的發展機會 相對可能會有些影響 所以我也希望 如果作為父母 你們正在看 留意一下這件事 趁早幫他們好好處理的話 他們經常有價值觀 整個人的方向取態 可以爭很遠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還有今天 真是剛好今天 我剛好在找一些資訊 我要講情緒的事情 之前找了一些 今天最新鮮滾意 看到一篇文章 其實我們之後也希望可以 post 給大家分享到 就是什麼 來自於BBC的一個文章 BBC的文章是說什麼 就是在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在過度活躍裡面 偏向比較多看男生 女生很容易隱藏 所以當時女生會被忽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經常覺得在過程中 會有很多動勢 而且會有很多動勢 專注來不足 而且女生很多時候 沒有那麼多動勢 變成是否不需要理 是否完全不用處理 我覺得BBC的這篇文章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知道一些資訊 其實當初她除了一般講ADHD的情況之外 我覺得有幾個點很重要 就是她提到 其實女生很多時都被忽略 因為坦白說 女生比較靜一點 除非她們很嚴重就會離開 通常都是男士比較多 女生就會很聰明 會收起來 變得鬱吹鬱吹 很多時跟情緒有很大關係 很多時 尤其是早期 年輕的時間裏面 例如我的歲數 年輕時是不會懂得診診的 不會懂得確診的 變成長大時 還有一些習慣 你的習慣還未處理得這麼好的話 就可能帶進去成人 還有某些朋友 可能過了成人就會痊癒 但有些人都會帶進去成人階段 變成了 如果很小的時候沒有診診的時間裏面 變成長大人的時間裏面 加上女士 像我一樣 很懂得收起來 變成了 亦都不知道那些專注力不足 或者過度活躍的情況 變成很容易地痊癒進去 女士會更加容易 因為本身自己的情緒容易暴動 加上可能會比較發洩 沒那麼厲害 所以就會容易偏向了這個情況 我亦都在說的是什麼 在報道當中 亦都有提過 其實很多時 當我們沒辦法集中在讀書時 很多時要用其他不同類型的東西 想著令自己感覺良好些 去處理 譬如酒精 咖啡 含糖的飲品等等 令自己感覺良好些或做得好些 但這些東西錯了 加劇 甚至乎令我們的情況更加差 所以所有事情都會很差 甚至乎在裡面提過一些個案 又要離婚 還有很多事情 為何自己做不到 另外一半會覺得 為何你這件事都集中不了 亦都影響婚姻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也要留意 還有他們在說的之前的時間裏面 在華盛頓大學裏面做一些研究發現 當中裏面其實不同性別的確診 情況嚴重程度 男女相比是可以很極端的 那個百分比是2比1 就是男生比女生 是至到10比1這麼誇張的 你想想 女生可以這麼低的這個察覺率 你亦都不可以忽視 其實過程當中裏面有不同的朋友 一直在說的 都是印象當中 永遠都覺得 你都是頂擁是專注不了 或者是比較多的動作 那都沒有所謂的 那就是不影響的 但是呢 今天也想說 就是那個情緒的牽涉 因為你女生通常都比較情緒化 那你跌下去 抑鬱症 或者焦慮症等等 這些不是一些很正面的情緒 而且你也明白 抑鬱症 如果去到一個點再嚴重一點 你也知道可以有性命上面的危險 很多人可能選擇輕生等等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要知道之外 都可以了解多一點 因為那時我的 應該是甚麼呢 很有趣的 就不是因為旁邊的事情發生 可能又不是功課做得不好 又不是生意失敗 又不是家裡很大的變動 又不是感情出現問題 是因為AHD 你對自己有要求 或者你自己是想做得好些 但是做得不夠好 你不停講殘自己 其實我是講到自己很差 自信很低 然後呢 心情又不好 然後就有抑鬱 又有焦慮症等等的事情 但那時候甚麼都不知道 只是可能哭 甚至乎我還要躲在那一隻 變成又沒有人處理到 而且說不出這個才是最最最大問題 而且上網又不會有人說 因為沒有報道說 這些部分是真的有點危險 報道裡面說 其實在上世紀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研究 之前他們有個研究 追蹤了228位女生 20多年的生活當中 其實發現140個 是患有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的 有第二、第三次的Fallup訪問 發現這些女生平均的歲數 有19至25歲左右 他們發現同年時期確診 患有混合性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 有更高的自殺的風險 你可以想想 其實已經不只是說一個純粹 你集中力不足 或者過度活躍影響工作 而是有機會影響你的命 這個也是我會覺得 因為剛才正如有Stephanie 你有說到你的小朋友的情況 所以我很希望傳遞正面信息 就是大家早點去處理 不要當不知道當不理 小朋友的自信心 將來發展是因為很小就要設置 大家要好好地去留意 和好好幫助 我現在看回大家的訊息 剛才我在看要講的BBC的報道 Hello Daphne 然後就去看我的節目 謝謝你回來看我的節目 謝謝謝謝 其實呢 好 阿Kym就說 從小至今 41歲了 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好或者不好的 就算旁邊人都覺得自己不好 會不會隱藏得很好 因為覺得思想不對 所以隱藏 你說得對 阿Kym 我真的有這個情況 經常覺得自己不夠好 自己差 當然是我不懂了 當然是我的人不夠眼界 當然是我在這部份裏面做得不夠好 學得不夠好 所以就不出聲了 收心問問 收心問問 收到自己很小 你覺得自己是永遠都不夠好 其實永遠都不夠好 可能是很努力的 譬如很簡單 我看到有人來收拾 你收拾得很漂亮 很想學 很有精力收拾了三天 然後又很亂 這是很正常的 但我會鑿自己 你怎麼搞的 又做不到 你怎麼這麼差 是我自己罵自己 變成這個 真的很直接影響到 你自我個人的價值觀 和你的情緒 會很容易掉下去 我本身是一個正面的人 但我經常都順順落落 因為大部份時間都是這樣 其實真的對人不是好事 而且你根本都看不到 其他外面的發展機會 或者其他東西 還有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 都不想有個 情緒這麼不穩定的朋友 或者家人在 如果你要照顧你的小朋友 你的情緒絕對會影響你的下一代 所以好好地處理 希望可以透過節目 或透過一些聯絡的機會 重新強勁大家 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很感恩現在 我可以好好地處理 因為真的有方法安排 而不像以前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了 今天看完Kym Kym 對了 我的情況和之前一樣 現在至今還沒有治療 沒有能力把事情做好 她覺得自己有問題 OK Kym 真的 那時候 我經常都說的 但我重新再說一次 你對你的人生如何 你是不是覺得上半身是這樣的 你下半身都想這樣 如果是想這樣的話 你繼續 我當時很明顯和自己說 如果我的上半身是這樣的 我下半身還想不想這樣 還有我個人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這麼沒有能力 我是不是可以做得好一點 我是不是可以發展得再好一點 所以我才這麼認真地 狠狠地去找不同的方法治療 不只是醫生 我真的看了很多書 賣了很多書 上網看了很多資料 我很想自己自救 在食物上 運動上 音樂上 找很多方法去幫助自己 所以是有方法的 其實 剛才講過這本書 我還記得的 這本書 這個作者 分心也有好成績 還有一本書叫分心不是我的錯 這個作者的心理學家 他是ADHD 他提了一個很好的理論 就是什麼 其實ADHD的朋友 好像有這樣 只是戴眼鏡 我們戴腦裡面有些部分 他不是真的這麼對的焦點 我們只要找對方案 找對眼鏡的度數 我們就可以射把射中紅心 但如果你本身有好心近視 你根本都不可能看清楚 我叫你比賽射中紅心 是不是不 fair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積極地去找對方法 幫自己戴對你的眼鏡 去找對你的專長 而且也是那句 你是更加值得更加好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才能 是只不過我們ADHD的朋友 或者GT不足的朋友 是我們有些東西遮住了 所以做得沒那麼好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這些小秘密 以前也沒說過 我以前做事的時間裡面 我覺得有些東西在那裡 說不到為什麼 好像一個月只有幾天 很清醒 很有能量 其他事情有些東西在那裡 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難專注到 當然現在知道 那時候不知道 是挺影響表現的 那變成了我經常感恩 我就有點撞撞 都不死得了 就過了不同人生階段的部分 但是這個也是正正是 如果你處理到的話 你就可以多一點時間 focus 那你對自己好一點 你的人就更加可以成長和發展 Kym 多謝你 你們都給了很多feedback 我一直看一邊說 還有這個正正是我希望的東西 就是可以同一時間一直看著 直播著跟你們聊天 因為我知道真的 如果又要搞workshop 搞見面 可能未必立刻可以聊到那麼多 但是用live 有你們的支持我才繼續下去 還有我的目標很簡單 夠大個個 暫時紐心一個類型的題目 不可以好像很多人看 但是可以這樣交流 是令到我很感動和開心 還有因為我的信仰和關係 我接下來的時間 我覺得很有任務 去幫助不同的朋友 尤其是是科ADHD 作為一個生還者 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還有我的必得能力 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專業訓練 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聊多一點 我先看看 我以為我是覺得自己有ADHD的藉口 自己繼續做得不好 很複雜 很無奈 沒有人明白 沒有人覺得我有問題 對呀 這就是那個感受 我很明白你 但是真的 這段時間我都跟很多ADHD的朋友溝通 去認知多一點 因為本身我是訓練 我有做訓練 所以我做訓練 我是訓練的訓練 訓練的訓練 以及訓練的訓練 如果是一個習慣模式或集中模式出現了問題 情緒又有問題 但是你本身的性格 你的品 你的人是不是勤力 這些是另一個問題 我之前遇上一個青年人 他是ADHD 其實他要正正找工作 當然他的行動 ADHD朋友 可能專注力等等的事情 又有些影響 比較難找到正常工作 所以我希望我去看一看他 去教練一下他 當中聊天時我發現了一個情況 其實你願意花多少時間 好好地Eclipse自己 最好自己 然後有這份工作 一到十 你願意給多少 給五 蛤?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精力 你這個是正正比的 然後我只有五 那五 那你想有多想找到份工作 以及賺錢 他有十 這部分就是有個落差 後期聊天時發現了什麼 他都懶懶的 還有我想在家裡 很長時間給了一些負面的情況 他已經處理不了自己的事情 再加上他又不是一個這麼積極 這麼勤力的人 他還要打機 其實那間公司裡 就和我投訴 他要回到你 正正在辦公室裡 正正在辦公室打機 那我問他 為什麼你在辦公室裡打機 平時你一般年輕人打機 我明白 為什麼你在辦公室裡這樣做呢 他都很坦白的就是 他覺得打機有成功感 但是他的目標感 或者做事的方向 其實這件事我想是真的原生家庭 很小時候真的要建立 而且他是要聽得入耳的 所以我之後也跟單位的人說 其實他的ADHD的症狀是有的 只不過是說 我也都發現有些人不關ADHD的事 是他自己個人的素質 和家人的概念 始終他需要多些正面的教育 讓他知道這個人生如何處理 這件事會好些了 所以Kim對於你來說 真的ADHD這個真的不要當作藉口 因為我經常覺得別人為何會對不同的 mental disorder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其實有些可能當你經常拿著這件事 當作藉口的話 不是正面處理的話 其他人都未必有一個好的印象 而你自己也未必是好事 所以ADHD我經常都很客觀 當作近視一樣 我不會覺得有近視的人是有問題的 你有近視就有近視 你不會因為有近視 就說我做不到事 這些已經不再是一個好的藉口 因為你找對方的方法 戴對眼鏡 就是你可以處理的事 如果你有近視 你又不去配眼鏡 然後告訴你 看不到的 是你的問題 所以我也鼓勵你 其實過程當中 我們的 mental 的處理 是真的需要時間去安排的 好嗎 好,我看到Stephanie 是呀,ADHD 多謝你們的讚好 我首先說,多謝 是,ADHD comes with OK and sometimes 是呀 真的可以是很黑暗的 而且recently unknown 我想真的跟這個 如果是去到抑鬱症 病理性的問題 完全是沒有什麼原因 就會跌下來很黑暗 所以很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對 對 和鼓勵 小孩更加添 為什麼我會夠膽出來說 或者和大家分享呢 其中一個,我有一個技能 就是經過這麼多年 我想 我應該要說了 我一會二十年的MC experience 至少教了十幾十年 當中裏面 我發現MC教會有一件事 是正面的說話技巧 正面思維 因為我們收拾的時候 就是你裏面 有些什麼都會說出來 所以如果是正面的話 很多時候可以很 positive 還有我很長時間 鼓勵我們的學生 去做MC 因為我是教素人成為MC 即他本身不是藝人 不是DJ 一個普通人可以站上舞台 甚至跟聲音合作的話 那種鼓勵和正面的情況 是很深感受 有很多很普通的人 原來你經過很長時間的鼓勵 他們會慢慢慢慢慢慢向前 而令到他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我有這個能力 而我的情緒也可以平穩的時間裏面 我希望我可以為大家做一些事情 那種鼓勵和正面的情況 我希望我很強的 這是一個發電廠來的 所以希望多一些機會和大家分享 給大家多一些正能量 可以令大家跳過那個黑暗期 還有我是很感受到 在過程當中你需要不停的輔助 你才可以令到你跨過這一步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需要多一些溝通 以及結連 希望可以透過我的節目 Facebook 還有未來的網絡等等不同的地方 還有將來的時間裏面 我都希望選擇一些workshop 以及一些三分鐘之類 透過不同不同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回到正軌 知道怎樣處理 還有好好運用我們有很多專長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個 亦都是一路以來 希望我和大家分享 以及將來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以及令到更多的朋友 都可以了解 我發現我的貓的屁股 我要很快地介紹它 明明它會離開 其中一個 如何處理我的情緒呢 我的金爺 金爺 你踩到我的螢幕 金爺 過來 這是我其中一隻貓 金爺 其中一個呢 我去幫自己 我養寵物 我養我的貓 我現在家裡有兩隻貓 我有一個Instagram 我對貓的 其中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貓 你摸貓的時候 你可以舒緩你的情緒 還有呢 有很多事情你不開心的 你跟牠說 你一見到牠 其實你的心情是會很放鬆的 就算你焦慮也好 我當時做MC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焦慮 其實很多人會害怕 我做了很多年 我又好像呼吸一樣 上舞台做Show 我是因為抑鬱症 或者焦慮症 我上台會害怕的 而那個害怕 不是真的那個害怕觀眾 而是 我想是病理性的害怕 我當時也學會 我會在手機下載了一個貓的照片 其實是令到我放鬆一點的 你也可以找一下什麼方法 令到你很放鬆 令到你很舒服 寵物 貓是其中一樣 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我今天特別叫牠坐在前面 就出來鏡子 讓大家可以見到牠龍山真面目 其實還有一對 不過另外一隻很難捉 OK 好 那Kim 這個是我的問題 OK Yes It's always my fault forever I need to blame others in my life OK 就是這樣的 其實不要鎖其他人 如果你在我的角度 我會覺得最好 就是人人都不要鎖 因為你把負面情緒 其實是給其他人的 而且不是別人的錯 不是自己的錯 可能是事件的問題 就是當你不牽涉情緒 你的人會比較舒服 但當然 我沒可能一時三一 說完你馬上會轉 因為這是需要練習的事情 但起碼有這個方向 當你下次有這個情況 你定一定神 想一想 會不會是 焦點到事情 不是焦點到人 因為你焦點到其他人 其實有一點點 可能不負責任的行為 還有對方都會不開心 還有這個能量 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 所以 加油啊 阿Kym 多謝你 然後 Hi Kiba你好 但為什麼你會寫 另一個英文名 好 然後 所以感覺到 要被接受 感覺更好 非常好啊 阿Kym 你不是作為一個 excuse 因為我剛才這樣說 因為擔心你有這個情況 因為在這個部分裡面 如果是真的跌下去 那樣東西 其實都挺害怕的 因為會牽涉到 影響別人跟別人的關係 還有 你自己對自己都不是太好 所以 希望今天跟大家 真是很開心 又今次轉到Facebook 就好很多了 因為那些訊息 容易打到多於在這個 YouTube 所以 接下來的時間 我都會多些放在這個 Facebook 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約半個小時就好了 因為有些朋友給我一些意見 太長時間 大家就沒有留心去看 OK的 那我現在三十分鐘 很好 很開心認識大家 那如果大家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事情想問 又或者 很想保持聯絡的話 可以透過 我們Let's Talk ADHD Facebook的Fan Page 留回Message給我 都希望可以和大家 多一些溝通 以及 多一些 bonding 多一些大家的互相支持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很多時候 一般的資訊 都是病理性的東西 理論的東西 沒有那麼落地 我們叫做 變成我嘗試 看看可不可以 以過往的經歷 去落地些 和大家分享 還有 過程當中 有很多朋友 聊完了 都覺得 為何會舒服些 可能我容易用到 一些比較生活化的 一些比喻 讓大家了解多一些 當然 重申一次 這是個人意見 如果大家真的 有些專業的問題 很想問的話 很歡迎你們 就問你們的醫生 或者專業的專家 他們幫你治療 以及給一個正確的治療 我和你們聊天 純粹是一個 真是個人的分享 以及一個過來人的經驗 希望大家知道 有人會支持你們的 以及ADHD 其實是很普通的事情 只要你找對方法 找對方法 找對方法 找對方的協助 就像近時一樣 是可以很簡易地處理到的 以及最重要的是 大家的生命都可以很精彩 以及你們每一個 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以及很值得被人愛的 好吧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我下星期一的時間 會和大家再見面 還有記得記得記得 我要記錄了 我怕我忘記了 很重要的 差點忘記了 其實我直播的時間 說是九點半 九點至九點半 上星期是十點 其實我很想你們 給我知道 幾多點鐘 你們就會覺得好些 即是夜晚 週末等等 因為我正在試直播的時間 你覺得哪個時段 你會覺得舒服點 是否晚點 是否早點 你讓我知道 我會再調教我的直播時間 直到找到一個時間 你們覺得舒服 和和我多點溝通 希望我們下集再見 暫定星期一的晚上再見 各位 拜拜